前两天Videocast提供的进行单表明了 RTX4060Ti显卡预计将会在5月底推出 但就在昨天 红星、MegasizeGPU等多位硬件爆料者 以及AIC厂商给我们提供的内部消息 RTX4060Ti 8GB将提前到5月18日发布 并且将于5月24日正式发售 不仅如此啊 RTX4060Ti还会推出一个16GB版本 并与RTX4060一起在7月上市 那具体情况如何呢 请跟着给强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在之前Videocast提供的RTX4060系列的 经营单信息就可以看到 RTX4060Ti 8GB显卡将于5月底发布 但几位爆料者、红星、Megasize等等 突然都发文表示 RTX4060Ti还会推出一款16GB版本 并且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18日晚上9点 进行线上发布 大概率会一口气公布三张显卡 分别为RTX4060Ti 8GB RTX4060Ti 16GB和RTX4060 其中原预定在5月底发售的8GB版本的4060Ti 也将提前至5月24日正式发售 而在发售之前 绿机也将在北京时间5月22日和5月23日晚上9点 分别进行MSRP和OC版本的测评解禁 同时消息还指出 16GB版本的4060Ti和4060都预计将于7月正式上市 这一波期间发售 也不知道是老黄看不下去4070的表现了 还是想抢先苏马一步呢 同型号推出多显存版本这件事 毕竟老黄也不是第一次干了 后续会被继续推出其他同名不同显存的版本 就要看老黄的刀法以及想法了 价格方面目前还不能百分百确认 可能要在正式发售前一周才能知道 不过大家到时候可以把你觉得可能性比较大的价格 搭在屏幕上 4060Ti太酷了 8G显存16家 胃宽低到被秒杀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那再回顾一下之前提到的4060Ti 8GB版本的参数 其采用的是AD106-350A1核心 包含了34组SM单元和4352个复大核心 显存为8GB GDR6 128bit尾宽 传输速度为18Gbps 总带宽速度为288G每秒 TDP功耗预计在160W 就这还不如3060的尾宽 看得出其定位并不是高费免率的游戏啊 但得以新价格以及高缓存和新工艺带来的能耗比提升 预计其性能会在接近3070-3070Ti的同时 还会有更低的功耗 那至于全新的4060Ti 16GB版 其参数和8GB版本基本相同 128bit未宽的16GB显存 真有你的老黄 当然7月份才发售的话 相关数据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4070销量的惨难 使得老黄临时多切下来了一倍的显存来 但是第一代宽就限制了其在高分游戏中的表现了 所以这么大的显存 显然就是奔着AI去的 如果在矿潮时代 那么这张卡估计会被矿工们封为闺孽 不过今时已不同往日 AI的兴起使得高显存又有了用武之地 不过还是等到正式发售之后 再来评判其价值所在吧 除了双次版本的4060Ti外 4060也会在5月18日正式亮相 估计是想先苏妈一步吧 反而月底的台北电脑展 AMD会放出一大批新卡 入门机显卡在推出配备较高显存的版本 对于消费者而言 确实是多一种选择 但是在AI兴起的时代 以及DIY低迷的现在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这种高显存 低带宽的显卡规模呢 这张卡又会不会成为等等党们的下一个选择呢 都欢迎在评论区或答案中说出你的想法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